然后这个是机器的总电源 然后上面都有线号 还有1L3A 然后这个是冷水机 这是激光器 然后上面都有相应的线号 这两个系的管是往七个头那边去的 然后这个是给激光器冷却的 它的出水 净水 然后出水对应激光器的净水 它的净水对应激光器的出水 这个桶里一样 然后统一接到这边 这个是高温水 激光头冷却的 都有标识 然后这个是激光器的 浸浮水 然后这两个是 一个是 这个是氧气 用来汽车泰钢用的气炉 这个是高压气 就切些红线缸 薄板 会讨厌到的空气 或者是氮气 它的气炉 这个是我们的浓浮水 它给那个导车给拔块猪油 然后定气添加 这个是激光器的安装力 然后包括激光器的一些水路 跟之前那个是连在一块的 然后这个是激光器的电源 激光器的信号线 这个线跟下路是一块的 然后从这边扇出来 随着掏垫 一直掏到我们的这种 一直掏到这个位置 现在用我们穿过来的光阴线 今天我要检查那个光阴伏头的接近度 看是否有灰尘 主要这台用我们这个无尘棉棒 然后用 百分之九有点期待这个无水一盆去擦水它 看这个就有点干净不干净 一点周围有没有不便 去把它擦一遍 它一遍迅速之后盖好呢 然后去清洁一下激光头 上部有没有会平 装之前 看一遍点接近度 然后打开这个激光头的扣盖 迅速把它插进去 它到底锁死锁死 然后激光器激光头 往这拧是第一道锁 然后再往上抬一下 然后再往这拧第二道锁 这样就锁死了 然后安装完之后把它的水管 连接上 我之后 我一来简单一下 它到上保护镜片 就是我们安装过程中有没有落灰 打开这个你会拿把上保护镜片抽出来 出来多时我们迅速把这个盖给它护上 然后防止静灰 然后我们检查这个方便 还要卧槽中有没有落灰 如果有落灰 卧槽灰用我的无停连棒 然后装镜片 一个方向 让我将它操拭干净 嗯 如果有镜片擦不出来的 我们需要把它更换 这个镜片安装的过程中 上保护镜片一般不易损坏 就是当我们切割效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需要检查点下保护镜和上保护镜 下保护镜是 有随后最多的一个芯片 这是一个一号品 它跟上面一样 拿回来的铺石 迅速把它关上 你防止电灰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镜片 赶紧不干净 然后这个镜片的更换 把它拿掉 这个就是我们的保护镜片 这个就是我们的保护镜片 它是一个平面镜 我们的总裤的电源按钮 转费的按钮 装置的按钮 以及电脑的按钮 然后这个是总靠 打开它机器就有电了 然后这个是电脑 这个是我的软件 然后软件不同 目标也不一样 但是我打开这软件 然后软件打开我会吃掉平衡一点 然后我来打开一下冷水机 然后这个 这个是低温的温度 这个是高温的 黑车头上的温度 然后这个温度 18度以上激光器不会报警 我们再开激光器 然后下面那些是它的一些报警 电码说明 上面如果有报警会显示 然后软件在它看完上面之后 我们打开激光器 那是激光器的按钮 然后 这个是激光器供电 供电之后 我们打开之后 激光器自检完成之后 这是它的正常直视灯 我们等它自检完成 然后把这个按钮按下去 它就可以出光了 然后我们讲一下那个西方头的超光 放入最终的空心空肘 然后用我们的透明胶带 将我们的透明胶带粘到这个通嘴上 然后打开我们的光炸 然后软件会有 啊 然后我们的光炸点亮 它就可以出光了 然后点一下我们的那个激光点上按钮 那就可以出光了 然后出了一下光 我就看一下我们的交代 然后这个激光在这个圆圈是否在中心 如果不在中心 我需要用我呢 你等内流放盘手去调节我们这边 把这边的螺丝 随段把这个光路 调到我们交代的正中心